屋內傳來鎮鎮狗肺聲 空氣中瀰漫異味 這處位於新北市新店的名宅內 一名獨居的彭信男子 沉濕在屋內長達6天 當時屋內多達16隻流浪犬 彭信男子被發現時 身體多處遭流浪犬啃食 甚至堅固 機車沒有動 鋪在哭 有時候行情不對 那我打電話給他 打了兩天三天都沒有接 事態不對勁 就請警員一起來查 警方互報道場 有些流浪犬甚至衝上前想咬人 為了釐清案情 警方通知動保人員道場 用圍籬將流浪犬隔開 警方才進屋內採證 經過採證後 初步已經排除他殺可能 他那時候躺在哪裡 客廳嗎 沒有 房間的 更重要解這名瀑西男子 患有糖尿病也需要長期洗腎 平常屋夜都靠著家中接濟度日 沒想到無故沉濕家中 還遭流浪犬啃食遺體衝擊 讓家屬相當不捨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列 衡 列 列 列